美国FDA6月17日正式批准6个月以上的婴儿接种莫德纳辉瑞新冠疫苗 这将使得几乎所有美国人现在都有资格接种疫苗 FDA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其独立疫苗专家委员会在周三向公众开放的全天会议上 权衡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一致投票推荐婴幼儿接种疫苗 具体来说 辉瑞新冠疫苗获批用于6个月至4岁儿童的注射 总计需要注射3剂 前两剂注射需相隔3周 第三剂需在第二剂完成8周后接种 莫德纳新冠疫苗则总计需要注射2剂 适用于6个月至5岁的儿童 CDC将在17日和18日开会讨论 是否建议对幼儿使用这两种疫苗 如果获批 美国将有1800万幼儿可接种新冠疫苗 国际足联6月16日宣布 英格屋的Sophie Stadium 将成为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场馆之一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个城市将共同举办比赛 这是首次三个国家同时举办世界杯 Sophie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洛杉矶闪闪电队和洛杉矶公养队的主场 为了适应世界杯 Sophie预计会做出一些改变 包括扩大场地的规模 本届世界杯将有48支球队进行80场比赛 创历史新高 其中60场将在美国的11个地方进行 剩下的10场在墨西哥、10场在加拿大 由于极度干旱 洛杉矶市检察官6月16日警告民众 在7月4日之前不要使用非法烟花 并表示他的办公室将进行严打 任何人被发现在洛杉矶市出售、拥有、使用或燃放非法烟花报主 将被处以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和或最高一年的监禁 检察官麦克福耶尔指出 洛杉矶所有供私人使用的烟花都是非法的 只有专业和允许的烟花表演 才是洛杉矶人7月4日独立日应该去观看烟花表演的地方 而他的办公室正在向Facebook和Cracklist等 向洛杉矶做烟花销售广告的在线平台发出勒令停止函 英国内政部6月17日发表声明 批准将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引渡到美国 他将面临美国政府对他提出的17项间谍罪名和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的罪名指控 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 他将面临长达175年的监禁 不过他有权向伦敦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可以寻求将此案提交至英国最高法院 但是如果上诉被驳回 他必须在28天内被引渡至美国 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法院4月20日发布 关于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的命令 维基解密总编当时称 英国法院的决定等于判了阿桑奇死刑 英国政府需要做正确的事 2010年 维基解密网站曝光大量关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 揭发美军战争罪行 阿桑奇因此受到美国间谍罪和不当使用电脑罪名指控 美方一直寻求引渡阿桑奇 英国皇家检控署前引渡事务负责人表示 阿桑奇将可以使用新的证据 比如他指控中情局密谋暗杀他的证据 并再次以引渡是出于政治动机为由提出上诉 他可能有机会改变结果 维基解密网站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痛批英方决定 并表示将提出上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番目の参加